再来看到花莲名店公正包子生意非常的好 不少人都会来买 但是公务人员协会前理事长李莱希发文炮轰店家 认为包子缩水而且走位了 明明以前的皮比较厚 现在皮变薄了 跟小笼包没两样 但业者出面澄清 说包子的大小都是一样的 并没有偷工减料 叶元俐落的夹起包子放进塑胶袋里 这里是花莲的名店公正包子 每到假日客人总是络绎不绝 生意相当好 不过最近公务人员协会前理事长李莱希 却发文炮轰 公正包子偷工减料 误导社会大众 然后买回来再觉得失望 现在还在硬拗说 他没有改变 奇怪的 我们消费者吃起来就是不一样嘛 李莱希自称是中食顾客 怒劈缩水的公正包子已经走位 原本一笼包子卖40元 现在50元 同样是一颗5块钱 换算体积涨了25% 虽然是清明的价格 但还是有点被呼弄的感觉 认为过去和现在的包子差太多 很酸跟小笼包没什么两样 部分民众认为没差别 不过李莱希po出照片比一比 过去的包子 他认为皮比较厚 现在皮薄 失去原本包子应有的嚼劲 根本变相缩水 但业者有话要说 业者急忙澄清 否认变小科 甚至还说原物料上涨 他们都没涨价 也算是苦称回馈老顾客 只是包子大小到底有没有缩水 消费者感受各有不同 价格和科数店家也有写清楚 就看民众买不买单 既有成今夜话链报道